桃園大谷37号晚间 则是一群机车骑士夜冲要看夜景 没想到遇到了一名酒驾的驾驶 恶意B车 还拿出工程用池来恐吓他们 双方虽然有人劝驾 但还是爆发了冲突 过程中有几名骑士被打伤 安全帽当场破裂 警方获报也立刻将这一名酒驾 又打人的驾驶依法送办 穿着红色上衣的驾驶 手拿一根超长的工程用池 和一群机车骑士相互叫嚣 原来他疑似不满被机车骑士超车 当场破口大骂 但骑士也回呛驾驶酒驾又恶意B车 双方当场爆发肢体冲突 事发在17号晚上桃園大谷山 有六男一女的年轻人分别骑乘四台机车 要上山看夜景 结果其中有人疑似超车 导致宾式驾驶不满 过程中还有驾驶的朋友 疑似知道驾驶已经喝醉 下车劝驾 但几名骑士仍被殴打 事后更在网路上po出受伤的照片 要讨回公道 全案依伤害恐吓毁损等罪嫌 将张姓及陈姓男子含送 桃園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方货报处理 立刻将嫌犯移送法办 酒驾还敢恐吓 甚至动手打人 嚣张行径 实在离谱到家 记得林朱强团员报道 继续 请不吝点赞 呗衝 爵士 增 右船 感谢观看